Hello大家好我是伍雷恩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試煉之塔銀河軍團41到45層的攻略 沒錯 那今天已經有人偷放敵 偷偷的 PO敵方陣容給我看了 哇 又是一個媽媽要來打小孩的節奏啊 元氣媽媽又要出來教訓小孩啦 討厭啦 元氣媽媽又要來啦 雖然前面幾關看起來還友善啦 前面幾關看起來還友善 那我們就先一隻審判開嚕吧 先一隻審判 不過後面有那兩隻 那兩隻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那個 我記得控制能力好像還蠻強的 有點討厭 有點討厭 然後跟各位講一個小小小小小小消息 我的煩心上四星啦 終於啊好不容易啊 終於上四星啦 終於上四星啦 但是 就是這段期間真的是很卡 真的進度有夠卡 反正上四星啦 好不容易啊 然後刺翼是不是死太早啦 這個提督打不打得死啊 擔心啊 不妙啊 這提督會不會打不死啊 他只是個提督啊 不要啊 連提督打不死就尷尬啦 可以可以可以 大死了大死了大死了 好家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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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危險耶 我覺得會被靈魂首奧硬換走兩個人 硬是慘血換人頭 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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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餛… 不行喔 次力先起飛一下 好 兩個大招蓋下去 直接載了丁金 有沒有 有啦 可以啦 兩個大招蓋下去就過了啦 這個組合相當煩人耶 一個超前面 一個超後面 可以啦 有花雞在應該 還行吧 可以吧 他的黑洞怎麼不跳 哇 那個以太息能吸好吸滿 哇 這個黑洞精準載在滑拳外一步 呦 等一下 他黑洞開場跳去哪 裁判有人作弊啊 黑洞 裁判是我們的人 叫錯了 慘了 慘了 你咋就不跳了 黑洞 哇 他在移位啊 他在散步啊 我的媽 這以太大拳怎麼這麼痛 以太的大絕不是說好不痛的嗎 說好不哭 拉瘋的女人 GO GO 擠壓對方陣型 啊 黑洞有跳了有跳了 審判你撐住啊 花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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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iting for you 花雞 哎呀 跳的傷害已經出來了耶 還好 後面那個暈 後續那個暈被控掉了 喔喔喔喔 一刀帶有繁星 還好刺激跑得快 好啦 還是簡單就 兩隻魂俠就弄死了 還可以還可以 還在可可handle的範圍內 哎呀 哎呀 這個 該怎麼辦才好 我記得 30 那個什麼 打到20層那時候 刺激屁股做那一套是不是 已經快要做不死元氣 那一套已經是快要做不死元氣 那我只能回去用告死那一套嗎 回去用告死那一套那就是 上告死然後 上告死然後 上個元氣互控嗎 好像不是什麼好主意 上花雞 先上個花雞搶先手看看 雖然說可能待會下一發普攻花雞就把自己弄死 然後要盯著盾 盾消再開 要不要消盾了啦 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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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消一波大 哎不是吧 剛剛他不是盾消了嗎 我的花雞不是開大了嗎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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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這次大招怎麼就開出來了 真的是每一次的戰鬥都充滿著驚奇 Unbelievable 等一下反正滑上橫數都會死 那不如死前把他大招開出來控場 得 哇哩 這次連開大招讓我控場的機會都不給 這邊還是先 先開大把元氣控下來 然後盾消 告死 不對啊 這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啊 這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啊 不然找人把他睡住啦 找人把他睡住這樣可以了吧 兩個控制都拖出來了 這樣再不行 我也沒折啦 哦原 哎呦差一點就按到花雞大了 差一點 哎 哎 真的就頭亮起來那一刻就嗝屁 啊不是 怎麼只有花雞亮 盾盾盾盾銷了沒 盾銷了沒 盾銷 盾銷抽鼠一波大 不是耶 啊 這有點頭痛耶 他盾銷了我抽他的屬性 抽力量 轟兩波大才這樣 有點不妙 有點不妙 哎呦 哎呦我說吃衣啊怎麼一直包閉啊 盾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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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銷 空一波 睡睡睡 啊這邊空是有空到可是盾已經起來了 啊 睡神怎麼就這麼暴閉啦 啊 騎了怪了 這個元氣的盾怎麼跟不會斷一樣啊 也不能用刺翼開場就暴閉 哼哼哼 啊這這這這這這這次換 這次換繁星暴閉耶 哇 哇 個是包閉啊花是包閉啊 我的天啊 到底怎麼死的看都看不清楚啊 喂 嘿嘿 好吧 兩隻混沌可以直接把我的碎神弄死了 哇 有沒有搞錯啊 算了 算了 兩隻混沌就把我碎神弄死了 找個先手的把這兩隻宅掉 我好無奈喔 不是啊找個先手把這兩隻宅掉 啊怎麼 我好無奈喔 不然這元氣盾都不會斷的 這元氣盾都不會斷啊 那這次要怎麼打咧 啊這砂鈴也捲不死那兩隻 那這樣控場效果好像有點 沒有意義 砂鈴的那個特效包住 我根本沒看到有沒有盾啊 現在才消 媽咧 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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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盾 你這ank不可 puisque 你怎麼打不死 控住 欸砂鈴砂鈴的砂塵爆幫控 太讚了吧 烏鑽 欸不是欸他剛剛明明 他剛剛明明就還在空中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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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啊跳啊跳啊然後就 就直接開大 就直接開盾 不能省睡省大也不能省花雞大 那我這是要 我這是要怎麼打 先花雞等燉燒睡省跟告死一起開 然後醒了之後 花雞再跟告死一起開 怎麼貼到我們正中來了 這一波爆發下去三分 這多少 不是啊這個圓機的盾沒有空擋耶 剛剛那樣分開大的想法是對的啦 總是要花雞先控住 但是這邊就還不能大 因為他盾已經開起來了 阿凡行駛 那這邊睡神睡下去 然後花雞控一下 睡神去了GG 掰掰 奇怪 奇怪了是誰的技能會吸人嗎 怎麼一直打那元氣一直往我們正中跳過來 我知道繁星的那個黑洞會吸人 但也不是這樣了吧 一直往我們正中吸耶 到底在吸 吸吸幾點呢 然後這邊兩個在一起開 然後花雞開 然後花雞開 怎麼又變回古早以前那種哈扣的 沒空到就GG的節奏啊 完了完了完了 睡神能量跟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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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事 要出事 要出事了 這邊先抽他力量屬性好了 啊花雞掛了啊 這個怎麼操作是好勒 這兩個人能量睡神能量 這兩個人能量睡神就是有點跟不上啊 哇四星繁星的都還跟不上我天啊 好啦繁星又死啦 這局我看基本又沒吸啦 哼 因為 怎麼Z字符號消了下一秒就開盾了啊 這是要怎麼...怎麼... 連一秒都不給省耶 奇怪這套感覺...感覺對啊 感覺應該是能過的啊...問題出在哪呢 能量又跟不上了...又跟不上了 又要出人命了 我不是把又醒了啊 摔摔摔摔... 摔摔摔... 摔摔摔... 呃呃呃 嗯 罩子又起來了 罩子又起來了 花姬又把自己炸死了 哇 慘了慘了慘了 真的是被媽媽教訓 這個媽媽打小孩真的是有勾緊 這邊到底是該不該開花姬大 不開嗎 接下來他們都會普攻技能把自己弄死 開了開了 他盾還是開起來 然後你看還繼續還繼續 還繼續盾 不控住他就瘋狂開盾啊 開了盾又不可能控到他 我的天啊 這思路應該是沒錯 但是操作上感覺哪裡出了問題 哇 哇 蹲又起來了 啦 喔 喔 真的是追 不連著控下一秒就開盾了 連著控接下來控制要斷 連著控接下來控制要斷 你先給我睡一下吧 大家都先不要有什麼動作啊 哇 花姬喔 顿銷顿銷顿銷 Lucky Lucky 黑瓶撐到頓銷 花姬你也很會 睡神跟控 不要把他打醒啊 不要不要 花姬我看到你快要好了 先開先開先開 然後這邊再控住5秒 那剩下就看睡神了 睡神你加油點啊 哇 撐住啊 告訴不要破 不要破 不要破 不對啊 這個沒有 這場完美 這場完美 這場除了睡神死算完美 可是 傷害打不死欸 現在問題是傷害打不死欸 不太對啊 好像有點太 想法太過完美囉 這個傷害打不死呢 好 完了這邊睡神 空又沒有跟上了 先睡一下 睡神 睡神 空一下 睡神不要手鍵 睡神不要手鍵啊 睡神接控 啊 這個花姬大沒有告死大 這個能量補充根本不夠啊 我的白眼現在有點翻到外太空去 到底是哪裡操作出了問題啊 感覺就是這個陣容對啊 沒錯啊 可是哪裡操作出了問題啊 莫非這邊先不要花姬大 等殺靈解除 不行啊 不可能啊 難道那邊先睡神嗎 先睡神睡掉 然後起傳話機控 喔 沙琳你在衝三 然後這邊理論上我們不會出人命 哇 怎麼這麼難啊 我 哇 哇哇 啊這個空浪費了 哇 喂 天啊 到底是怎樣啊 敵人那麼強就算了還有內奸啊 偷 瞎 翻心到底在幹嘛 他為什麼那個黑洞球可以丟出去然後 就就停在那 好 好,又來賭啦 哇 他的盾不小就是不小啊 我的老天天,我這個該怎麼辦才好 花季先控起來 頓宵啊 這到底有沒有動住啊 睡神睡住 動住不許走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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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沒feel了 花季控住 快點燉燒啦 燉快點燒一燒啦 喔 喔 奇怪,我又不是說有帶刺液 為什麼能量回復會這麼不一樣啊 真的是 真的是 每次看到元氣就是沒好事啊 啊 這集行所謂是要不要醒了啦 你各位都別守見啦 睡神你快 喔 好 醒好嘞 我的天啊 這才第二天而已 好 各位都不要守見啦 他開大啦 這 我們有一個太多人 不可以 我們有個很大 一陣子 他開頭 一陣子 還有一陣子 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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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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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謊言 倒是有種道貌 阿瓦基怎麼就死了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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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Vie 真的是該換手機啦 儲存空間不足啊 然後剛剛我怕自己腦中風先氣死 趕快去做功課 好啦功課做足了啦 我的想法的確有兩三個陣容沒有錯 我的確有看到兩三個陣容 跟我想的是一樣的 就是那個什麼 有人這樣過的 那也有人是這樣過的 那很可惜的是各位剛剛也看到了 我怎麼車都過不了 那我剛剛又看到了一個新的 我剛剛又看到了一個新的 而且這個的回響數還蠻高的 我們就來試看看吧 我們就來試看看吧 我再自己測下去我腦中風了 我覺得再測下去我會先中風 元氣盾消 又慢了一秒哇 煩死 怎麼敵人又貼進來了啊 化妻你個煩死你個內鬼啊 真的是內鬼啊我的天啊 wat 空住 碎神 花 ge 劃 欸..剛剛龍王那一下其實應該就 我才想说 刚刚龙王那一下应该其实就控住了 控住个大头 怎么会这样呢 好了 剩下的就看脸了吧 龙王理论上会控下 剩下没有被控制住的元气 如果 他还是动起来的话 那就是GG 剩下就看脸了 龙王理论上会把控制的控档 扛起来 理论上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学一下七龙珠 各位借我力量 打死他吧 有啦可以了啦 搞定了啦 这一阵相对简单 好打多了啦 真是好不容易啊 有时候做功课还是得多做一点 剩下的这一阵 时空闲者怎么又是你啊 怎么又是你啊 时空闲者 上次是怎么打的来着啊 上次是怎么打来着啊 迷雾带头吗 迷雾在哪 迷雾该不会 这样打看看吧 说实在上次怎么打的 其实已经有点忘记了 轰一下 怎么就灭团了 要有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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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花肌要被轰一下残血 刚好开大 可是是告死吗 这印象好像 不对啊 怎么都乱的套啊 通通都不对啊 是这样吗 还是输出压根就不是告死 这完全不对啊 这样勒 被减能 可是现在有花肌绑着 还好还好 然后这边有第二波控制 可以控起来 吃一倒了 吃一倒 吃一倒伤害很容易不够 哇 花肌这个第二个 还好还好 只有死一个划算还行 还能接受还能接受 再控一次再控一次 啊花肌的花圈去哪了勒 哇 他这个盾免控我都忘了啊 是不是要更凶一点啊 要再凶一点 不是不是不是他 是审判 先不要让他 先扣他能量再说 咱们先扣能量 其他都先别说了 然后这一下扣能有够痛 这一波死谁 死沙琳 死沙琳 死沙琳还行 可以啦 可以啦 结束了啦 结束了啦 我赶快拿起飞下来好了 起飞下来 好险喔 我以为又要翻车了 可以啦 用了三只魂侠 用了三只魂侠 可以了可以了 其实不难啦 其实不难 主要是在四阵容比较难 因为没有分身可以测试 真的是主要是在测试阵容 提醒各位啊 一届三今天开打 大家记得去打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内容 喜欢的话都可以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那有什么意见或想要告诉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是维恩 我们下期影片再会咯 拜拜